既然提到无理数 你可以回忆一下 什么样的数是无理数 其实在小学阶段你只学过一个 就是什么呀 π 是吧 就是那个3.14159265358999 后边还有一堆 是吧 这样的一个数 它是不能够换成分数的 它是一个无限什么呢 不循环小数 那么无理数的定义就是 无限不循环小数 叫做我们的无理数 例如π 是吧 等你到初二以后 可能还会学一些新的 比如说有同学可能见过 像这个东西 有没有人认识 根号2 是吧 然后我们根号3 等等等等 以后你还会接触到一些 新的无理数 这些数都不能换成分数 都不能换成分数 那我把这个概念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地方需要跟同学们再强调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有理数的概念里边 是这样来定义的 它把你小学学的有一类数 直接给去掉了 知道是什么吗 小数吧 对 那它只有整数和分数这一部分 那如果我出现了一个小数 它到底应该算什么呢 它是应该算整数还是算分数呢 是不是应该算作分数 对吧 我们这条小数指的是 有限小数和循环小数 这样的东西 我们都把它放到分数里边 到了初中以后 我们很多的运算 都是直接利用分数来处理的 那么你们的习惯呢 可能在小学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用小数的比较多 慢慢的把这个习惯绑过来 尽量用分数进行运算 有些学校的老师 对于格式要求非常严格的呢 他甚至要求所有的题的答案 都必须写成分数的形式 都写成分数的形式 同学们明白我的意思 好 那么我已经讲了 所有的小数呢 你分类的时候 要把它放到分数里边 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 来这个概念我们讲完了以后 再看一看 有理数的分类 那么有理数呢 有两种分类的方法 第一个呢 是按照定义分类 刚刚讲完的定义啊 还记得什么和什么 统称为有理数吗 整数和分数 整数和分数统称为有理数 这是定义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呢 把它分成整数分数 这样两个部分 那么整数里边 又可以分成三类 是正整数 零和负整数 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按照符号 来进行分类的 对吧 这个分数里边 分成两类 是正分数和负分数 也是按照符号 来进行分类的 有没有发现 上面有个零 下面没有 对吧 零当然是一个整数 它就不是我们的分数了 后边呢 这又给了大家一个概念 叫做自然数 有没有发现 我是正整数和零 合到一块 就是我们的自然数了 对 那么在这呢 需要跟同学们 又强调一点啊 你在小学课本里边讲的这个自然数的定义是什么呢 有没有同学还记得 小学课本里边自然数定义 肯定不记得了 是吧 因为那是在小学第一年级的时候学的 早就已经忘了 那么小学课本里边 自然数定义是说 能够表示物体个数的数 叫做自然数 那我想问一下 零能不能表示物体的个数呢 可以吧 它是不是表示没有啊 一个都没有 其实也是一种表示物体的个数 所以呢 就把零也放到自然数里边去了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是因为你们的父母啊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在上小学的时候 其实这个零呢 还不算做自然数啊 还不算做自然数 但是后来呢 93年以后我们改了一下 把这个零呢 放到自然数里边去了 你要跟你的爸爸妈妈解释一下 并不是老师讲错了啊 只是他们当年学的那个东西到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 一定要记住啊 零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自然数了 这是我先说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 来 同学们再看一看啊 我给大家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非负整数啊 非负整数 这个概念呢 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什么样的数是非负整数呢 往往会产生一些分歧 产生分歧的原因呢 是因为你断句不太一样 那这个非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不是 是吧 对 不是 好 来 我们有两种断句的方式 一种呢 在这个地方断开 叫做非负整数 如果我这个地方断开的话 大家明白 非负整数就是不是负整数 对吧 那你是不是就不要这一部分了 这是负整数 我不要这一部分 那不要这一部分 它是不是应该包括了所有的分数 以及我们的正整数还有零 是不是就是自然数 对 那如果这断开的话 它的意思包括了所有的分数 以及自然数 这是第一种理解 第二种理解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断开 在这个地方断开 非负整数 那这种断开的理解呢 我们就需要强调一下 它必须是不是首先得是个整数啊 对 然后再非负 对吧 嗯 那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分数 你都不用考虑了 因为必须得是整数还非负 因此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自然数 对 它是正整数和零 那显然这两个 这两种理解 我们的范围是不是不一样的 嗯 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 应该是第二个啊 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断开 这个地方我们强调一下 非负整数这个概念的理解呢 应该首先是整数 然后再非负 呃 其实同学你知道了 非负整数就是什么数啊 嗯 自然数 那有非负整数 你其实还可以创造一个概念 叫非什么整数呢 非正整数 非正整数 非正整数那就是 首先它必须得是整数 你是不是又不用看分数这一部分了 对 呃 然后再非正 非正是不是不要这一部分呢 嗯 那我们就是零和所有的什么呀 负整数 负整数统称为非正整数 这是我们一个新的概念 它很容易错啊 每年讲这一部分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给一些数去进行分类 往往会有非常多的同学 在这个地方出错 就是因为它断句呢 断错了 导致它对概念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同学们明白我的意思 嗯 好 第二个呢 再强调一下 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分类的时候 是先按定义分 然后再按什么分啊 嗯 符号 是吧 嗯 那你想一想 我们也可以先按什么呢 嗯 先按符号分 再按什么呀 嗯 定义分吧 所以就会产生第二种分类的依据 这个呢 来看一看 有理数如果先按符号分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分成三类 嗯 正有理数零和什么呢 负有理数 负有理数 你再按照定义来分的话 我们正有理数分为正整数和什么呢 正分数 然后负有理数分为负整数和负分数 其实就是两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 是吧 嗯 我们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按符号 一个是按定义 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当你把这些概念如果都理解了的话 起码做一些分类的题目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最后呢 我们再强调几个小概念啊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第一个正数和零统称为非负数 好 第二个负数和零统称为非正数 然后正整数和零统称为非负整数 这是不是就是我刚才讲的 嗯 负整数和零统称为非正整数 注意这个段句啊 它是不是只包含那两个部分 所以的分数是不是就不要放进去了 对 那你没有发现刚才一个特别可怜的数 现在又特别幸运了呢 谁啊 哎 没发现我只要带个非字 这个零就都得怎么办 放进去是吧 嗯 它马上就很幸运了 哎 然后我们只要加一个非字 这个零全部都应该放进去 所以平时同学们做题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这个非字啊 只要看到这个非字啊 你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要把零给忘了 不要把零给忘了 那么概念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发现好似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